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中华虎杨念平和韩国人金丽硕的对决 这是一场充满活药味的复仇之战,称重环节,两人脱去上衣,赤膊相互挑衅,点些发生冲突 原来在此前的一场对抗中,金丽硕用残忍的手段斩断杨念平同门师兄严锡波的手臂,场面血腥残酷 面对狂妄的金丽硕,杨念平声称,会在赛场上用拳头,让金丽硕知道什么是最基本的礼貌 金丽硕要毫不留情的回应,成王败扣,拳台上只有一个王者,要用拳头让对手心服苦服 场上形势激烈胶着 三辆局,杨念平占据先机,而以顽强著称的金丽硕也绝非仅有顽强一笑,一次三脚脚,险些不予成功 杨念平以其出色的柔韧性和灵活性的蹤脱,单臂将对手两次举起狠狠打下,引起观众高分贝光输 抓狠狠时,共同影视剧的 ç场,攻击咀射的很恼,无能卉社7辈总体下去,选手凉拳 Coachさん, chanceco nh·Messie BAL TEC,3可以对手效率 下到 記者放了 portable 猪取他现在用 coach 第三局 梁建平体力明显下降 因力射蹭击绝地反击 若非比赛及时结束 露出水手还真不好说 战后两人相互钦佩 相拥而笑 近视前行 强者之间的对折 去中人上时大力量忽担心好汉 这会议就是搏击 传递给我们的最大正能量 好了 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